当时他就 录戏 打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人打 他直接 就开完大之后 就跟那个好鬼一样 就转身把背面露给我们 把背面露给我们 这么中逼 然后就不看屏幕 就回头看一眼 大功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UCG杂谈会 这些为什么没有说副标题 因为这个副标题还蛮长的 简单来讲 这期节目 我们会一起聊一聊 那些年去网吧 黑网吧 包机房 接机厅的美好回忆 所有量饭式游玩 的各种回忆 严格来讲 这期话题其实有点禁忌 是大人们才能聊的话题 也游离在法律的边 大人们来回忆童年 然后这期我们参与到 录制的是 笔卡 大家好 我是笔卡 然后还有差异 大家好 我是差异 UCG高达 我已经感觉到待会你聊包机房的时候 肯定要聊高达 这个没得说 这确实 这是铺垫 别透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爆下成分 不是爆成分 那个就我们年龄段其实算是还是比较 差不多的 接近 对 我是00前 前一点 我是00后 我刚好95后 对 那我们确实就整个差的跨度不超过10年 是 那我们先从最开始聊 就是你们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种地方的 谁带你去的 那肯定就是同学他们有一些就玩开的 因为那种店 其实像我小时候包机房 他们本来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什么小四多 卖零食啊 卖小玩具啊什么的 然后你往里面一扒开一看 其实里面偷偷就在里面搞卖那种PS2的足迹包机房 一般都是厂 里面就很专闹 然后你里面的人玩饿了 外面还能直接买吃买喝的啊 嗯 就是基本上管购嘛 服务周到啊 适合拉大 对 然后哎 但其实有一点就是这种东西一般不都是口耳相传吗 一川十十川百 对 就是你永远找不到最开始是谁知道的 对对对 那肯定不知道 对 而且就是他们那种地方就是呃 首先那个时候对于很多呃 就包括现在吧 就可能对于很多家人来讲 这种地方就是一个很危险啊 鱼龙混杂的地方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呃 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会是这个比较就是什么小昏昏啊 社会青年比较多 但是但是就随着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再去的时候 可能基本就是比较比较稍微的规整一点 然后应该去因为就是去的小朋友更多了 就是年轻一点 感觉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玩家群体已经有点分层了 就嗯 更年长的他们就更倾向于玩网游或什么的 就像我们这种地方那边好像就两边是分开的 就我们这边小孩子玩的那种感觉 对对 然后像街机房也是老生常常的小混混聚集的 对对对对 你们有遇到过吗 哎呦看到看到过 就当时有一个当时我广州天河城那里有一个 就藏得很细很里头给我找着了那个一个高达的街机 我都进去嘎嘎玩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大哥 他就特别女 有花壁大佬 对 袖子一撸 就就点烟的那种 你就知道一看就不好惹 然后然后就刚好就只有我跟他在玩 就变成我跟他无限对战 然后我狂输 我赢完全赢不了一点 你不敢赢啊 就相差太多 毕竟当时没办法 水平相当太远 我我的话 我是我一开始是我同学带我去了 我后来有一次我都自己去 自己去 然后因为我一个人 我就点了一个差不多360 然后我就在那里玩 然后不知不觉后面就围着一群人的 他们就小弟弟你要不要我们帮你玩 然后我当时就怕急了 不用不用不用 然后到底马上就跑了 那个时候像包机房里面 包机房确实比相比网吧来讲 它还是一个更公开的区域 像网吧基本上就各玩各的 而且也现在也没有说像当年 就再往早一点 就是去网吧看别人打游戏 这种其实已经越来越少 但包机房 就你无论你玩不玩得到极其 就一定会迎来 主要是他相对来说 包括因为你一个包机房里面能玩到游戏 都是老板自己 全出来限定的 所以他整个的圈子其实会相对比较密集一些 对 然后就是经典的那几件套 足球格斗 三国无双 三国无双 对 这几类是最传统的了 我觉得我们三个玩的品类还挺分开的 对 可能是 这个待会儿可以细聊一下 然后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的就是正经黑 什么叫正经黑网吧 还有正经的 这就不可以说法 对 我当时第一次去的就是那种就非常刻板印象 非常传统的那种黑网吧 我记得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经常就是看新闻 包括我爸妈一直给我灌输的一个观点 就是哎呀 你想完电脑 你就自己在家里玩 就千万不要去外面网吧 你想这个玩 你可以跟我们说 就当时就给我一直灌输一种 就网吧这么恐怖吗 哎 网吧里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哎呀 什么酱酒流 喝酒的 对 然后什么 你小心到时候被别人偷钱 然后被别人打一架 绑走了 你回不了家 被别人绑走割算 好恐怖 对 然后所以到我第一次 就是我肯定 我不会觉得 它会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但是我当时一直接受到一个观点 就是当时看很多新闻 就是有很多 确实有很多小混混 是因为没钱上网 去抢钱 去投钱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就觉得 就网吧 好家伙 那这个消费得多高啊 然后第一次 我朋友带我去的时候 就闹了个大笑话 就是当时他说 那个时候我真第一次去 我也不跟他们常去 我就确实没去过 然后他们就说 去网吧 然后我说 那个就要带多少钱 就一百块够 你是想包场是吧 对 就是你到现在的那种 什么 网咖 网咖 就你包 那个豪华包间 这可能一百块也够 对 然后当时 我们去黑网吧 那个时候 可能我那个时候是三四块钱 反正都是几块钱 几块钱 对 那真够 真够我们班同学包场了 是 我还挺意外 全米包机房 对 然后当时我同学就 不是 你真没去过 他以为闹着玩呢 然后结果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去 然后去的过程还是非常内心坎坷的 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就七万八绕的就是到一个阴暗的小巷子 然后打开了一扇那个生着锈的那个红和棕相间的那种颜色 那种打铁门 对 然后一推开 然后一个就是天上一顶一顶一顶在转的风扇上面还有那种那种灰支柱 然后这下是一个木制的柜子呀什么泡面呀冰红茶呀就是这很经典的那几件套 然后就随和管购 你一直站到这个地方你都不觉得它它是个它是网吧 然后你再往里面走 再往里面走 逛完了 生活去都逛完了 生活去逛完了 生活去逛完了 上二了 哇 新天的 别有洞天 而且我当时第一次去的那个网吧 那个是我去的算是次数最多的 因为说实话 我第一次去网吧 我不知道其他黑网吧在哪 一般这种都是肯定的 要别人告诉你才知道 然后当时我就是在上面看它那个环境是非常狭窄的那种就是 就够做个人 就你像现在网吧一般就是你比如说放个大大沙发 你背后还能再过两三个人 那他那个也不是 就一个小沙发 然后然后你坐着可能就椅子都已经挪不开了 你就得从就是扶手那个地方就才能走出去人 十分有图拉丁金钱 本来就是藏着椰子嘛 所以说那个地方很小 而且当时我第一次去就已经经历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当时是外面有人来查 那咋办呢 很刺激 然后我们那个二层它外面是就很老实的那种小区 甚至都不是那种小区楼 就是一个小单间 然后它二楼就有个阳台 阳台那边就是有个很矮的窗户 但是我们就直接去窗户那边躲着 它是这样的 就是它那个地方 我感觉可能是已经已经被已经被人查出来了 它是是这个是这个黑网吧 但是我但是也有可能他那个来的人 他不是正儿把你去要去查 我觉得当时也真不太清楚 因为我躲起来了我不知道 我又听说外面有人要来查 但是现在一回想起来 如果你真是查的话 黑网吧本身就可以查封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当时 可能只是进来找人的吧 对 比如说学校 对 因为就是小朋友 也不算小朋友 反正几个初中生 就当时一听到 哎呀 爹爹来了好大好大一帮子的人 说说要说要查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哦对 那这么一想 那可能是里面确实是有有一些小混混 啊 就是可能惹上什么人了 然后就 当我们就 哇这几个人就从那个 就是呃 那个矮的窗户 就躲到那个外面的一个阳台 这种水泥地 然后旁边摆着一些花盆 然后还有一些废致的那种什么呃 就什么呃 呃什么那个鱼缸啊 这种就是没有没有用的一些家具 就很惊险刺激 然后等听那边动静散了之后 好再回去继续啊 继续啊 这个是 这个也是导致我后面对黑我妈 其实一段时间内都是有一点后怕 哦 但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其实胆子也不小 就是我觉得还觉得蛮刺激的 哈哈哈哈 但确实因为就是你不涉及我呃 人身安全我无所谓 你没被抓到 你就当然就 对 你只要不抓我我我ok 对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哦 那 哎 然后你们当时第一次去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吗 哎呦 像我这种哇 第一次去就遇到有人来找人 哎呦 那我因为我去的那个时间其实极其有限 我们当时小学是那种就是下完课 然后等家长来接啊 就是等家里人来接之前那一小段时间敢去玩 而且你不知道你家长什么时候会来 对 你要预判你跟差不多大概时间就要啊 用我们日语来说就是 就是要论了啊 就是你玩到差不多 对 然后当时就结果有一次就是 刚好我那个同学又在啊引诱我就问 哎 差语要不要去再上去玩那个高达啊 我说哇 那肯定嘎嘎去了 就狂玩 结果有一次玩就太沉迷了 忘了时间 对了 结果后来突然之间我打得正开心 然后突然后面有同学听到熟悉的声音啊 同学在喊我 哎 差语你回头看看 哎 看到我爸在后面 哈哈 就就原来是我爸来学校来接我 但找不到我人 就问我的同学 然后有同学就把我爸直接说了 这是好同学 哈哈哈 因为估计那个情况估计是我爸已经不要急了就 所以他们也就没多钱 对这也是就我 我有一次小学的时候就不是去网吧 就是呃 我去班上另外一个同学 他们呃 他爸爸是隔壁 我们就真的就是挨着的 我小学的时候隔壁挨着的 哦 就我去他们那个初中玩 就是当时我没有跟我爸妈打着火 而且加上那个时候我是算是有呃 什么中午饭和晚饭是在一个 他们那边有一个类似小食堂 就是你可以中午去他那里休息 然后就是每个月给他给他钱 就是中午和晚上 就相当于一个老奶奶也帮你就是相当于看一下孩子嘛 就是家长肯定没那么快来接 一步是托管 对对对对对对 算是托管 但是我没打着火就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确实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得算好时间 那个时候不要让家长担心 就你以后要出去浪一定要卡好时间 对 时间管理大师 或者说提前提前就是就是稍微打好包票 就是我几点回 然后什么安抚一下家长的心情 这个很重要 是 不是我感觉我们这个话题导向好像对小朋友不是很适合 有点不太适合 不是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小孩子 对 但但我那个结果就挺正向的 因为后面就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要去了 那种地方很危险 我给你买一台兜 然后就说你你考的好 到时候给你买一台 然后我当时我就真的就哇心中揽起一个新的希望 就疯狂的很努力的念书啊 结果后来真给我考的 然后就哎我们去香港搞一台 啊好去香港搞 然后去最大的玩具商玩具反斗城 好去了哎卖完了 哈哈哈 然后结果后来不行打电话 然后跟他们说哦就打了打好几说哦 就他们有一个什么刚刚上那个展示机的那个psr 就说如果你愿意买的话 我们可以折点价卖给你 然后就哦就终于买回来我人生的第一台 保版的psr哦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180港币 哎呦那还是挺贵的 是而且那个时候呃我想想啊 嗯是正版碟 对而且当时我爸妈特别狠的一点 就是说为了不让我放学整天没事路过小麦布 五块钱搞张盗版五块钱搞张盗版 他们就说你这台机我们不给你搞破解 就是你如果你想玩新游戏你就要考的好 哎再去香港给你搞一张正版碟回来 从小培养真实 而且就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我如果我自己去买盗版碟 我肯定那我可能玩的游戏更多 对对对 就我考好了做一个可以说是奖励机 这个正反馈 导游就像每个学期才能搞一张从小培养真满意识的 所以结果我的psr小学生涯就只有三款游戏 就后面就就不好学了 没有啊就后面就毕业了 后面就到初中了就玩别的游戏了就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都现在都是什么包机房 一些网吧都说了还有一个接机厅 哦就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去接机厅是什么样的情况 哎呦我我其实小时候去接机厅那时候我就基本上只玩那些光枪类游戏 就什么死亡之物啊化解危机啊这种 就是我小时候最羡慕的那群玩家就就因为别的 像是那种坐在接机台子前面要按按键打那种格斗游戏玩不懂 而且又是对战类的超前贼快 我不如玩那个有把枪耍耍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玩枪嘛 而且他那个化解危机他那个枪上面那个那个拉糖的那个东西 你打的时候他会来回就很有打击感 我说嗯大家贼爽 那我当时我第一次去接听我爸带的 哇好家 呃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就肯定就是呃 我那个时候的接接听 哦其实我要我要说更早一点 其实是呃在我外婆家那边就是一个小县城里面 就是呃在一个类似市场市集一样的地方 也是七玩八绕 然后这旁边是卖菜的 那边是卖什么的 然后又拐进一个小巷子 然后里面是一个 就是没有门的那种 就是露天的 也不算露天 就是没有门的那种 大的街机厅 然后里面的都有很多 非常老式的机台 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些小混混 就是能明显看见到 就有一帮人就撸着袖子 然后在嘴里掉根烟 然后滑臂 然后在那里敲着二郎腿 打游戏 然后穿个拖鞋 就是那时候其实 对什么拳皇 还有就是像那个三国战机 吞食天地 再往后去的时候 对吞食天地有 然后再往后 就可能就三国战机 那些的 那个时候就是 导致我每次就路过 就是我跟我外婆就去买菜 我就属于脑袋 就是脑袋一直就跟着他转270度 就是我跟我外婆一直往前走 然后我脑袋一直往后转 一直往转 就看得很入迷 然后羡慕想去 终于在我 那个时候我还真挺小的 在我幼儿园毕业的 好家伙 你这有点早啊 那个时候我算是终于 第一次就是去到了包机房 然后那个时候 不是包机房 接一天 我那时候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三个奇迹 就是有横板打枪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俯视角 那个推箱子 这个就是三种玩法 那个时候对他印象 就是一种 哇游戏界的 就是阶级游戏的神 那个时候 就是真的觉得 就是非常非常新鲜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确实 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 拳皇啊 这种游戏 那种大人玩的 那不适合我玩 什么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光枪游戏 就是烧钱 我玩不起 就这个就是正正好 就是有操作性 然后玩法很丰富 然后这个 你还玩得懂 画面还挺好看 对 也画风很多变嘛 所以当时对于这款游戏 是一个 属于就是滤镜加成很很严重 所以以至于我 你想我想起 其他的更深层的玩法 我真回想不起来 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分 一直都非常高 我很好奇 你后面 长大后你回去试了这游戏 长大后就首先 那个时候肯定就没有 就不放这个 机台就不进 我是说你通过其他手段 你试过 那还真没 就让绿镜一直存在 对 这是最美好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过度搭扰 然后像说 接接听 然后对 刚刚不是说 我跟我爸一起去吗 就是当时是 商场里面肯定会有 每次去看电影 吃饭 之前就有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等待 然后我爸就会带我去接机房 那时候其实算是电玩厅吧 可能都不严格来讲 不是算接机厅 就是什么投币 然后里面我外滚滚滚 然后换票去买娃娃那些 那就是电玩抽票 对 那时候我爸 他的本意是 你看这有篮球机 来 跟我打半个小时球 跟我投半个小时篮 然后就运动 那个很健康 然后还有 那个时候还有桌上的冰球 具体是叫什么 我忘了 反正就是 我只记得他英文叫 hockey那种东西 对 然后就是当时我爸就会带我玩这种偏动作型 动作的东西 体感的东西 对 就是还是比较往这个方向倒的 然后加上那个时候就是属于 就是我就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 就是如何获得玩具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挺有意思 就是你直接买 我肯定喜欢 但是比如说 我自己去玩那种投币的机器 或者说抓娃娃 然后自己给玩具 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 那不行 我从来没抓到过 对 然后我爸当时还算 我爸其实一直都算比较开明 就是他觉得就是 我能够通过自己努力 去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玩具 多花点钱 你就会很真 你也会 虽然 因为毕竟是靠自己手劳动得到 就是你会更珍惜这个玩具 对 你会玩得更久 然后当时就会花很多钱 然后去 然后跟我一起就是去推硬币 然后当时 当我爸还跟我研究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不要再往上投了 你再往上投 他只会落到这个硬币 上面会跌到第二层 你就得往这个就有空隙的地方放 然后这样才能够把他一层 整层推下来 高手 就玩了很多 然后那种票一般可以囤 可能就是在囤了小半年 囤了小半年的时候 再去发现那个阶级房 换老板了 认了 对 因为他机器房很多是有连锁的 就是他这个票已经不能再接下电用了 但是就换了一个别的机房 很可惜 我小时候囤的票从来都是 就囤了那么几十张周就再也没囤过 因为他们那种票就确实最高一档 我想想一般我当时遇到那个就是30万 可能就换一个两百多万件变形金刚 对 就这个就是属于 我觉得他这个主要玩点 就是他出了一长串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爽 对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 我当时最喜欢玩的点 其实不在于换东西 对 在于他出票的时候 你把它就按Z字形那样 一直折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你们在阶级房有捡过硬币吗 哎呦 我还真没捡过 就是这样的 我当时当时是本来没有没有这个意识吗 就是就是我就当时我对于我来讲 就硬币这东西就是利命之本 就是你不可能弄丢的东西 就是当时有一次就是我放在篓子里面的硬币 掉在地上 然后我就弯下腰去捡 然后发现他那个机台底下 有很多 掉了好几个零零散散 哎呦 那之后就是每当我自己偷偷去玩的时候 就我爸带我去 那广告 那就要么就是 就不用了 对一般都是玩到时间不够了 就是他把电影要开场了 那种时候就才可以停下来 然后像我自己去玩的时候 就是可能就是买个十块钱的 然后再摸一摸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挺开心 而且加上那个时候 其实也会 反而我当时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去尝试格斗游戏 就人少的时候 因为打电 那就打闯关是吗 打电脑 打电脑 对就一旦那边来个人 完了我钱没了 就是我感觉 但是印象很深 当时在打G82的时候 对我当时一直很喜欢玩春丽 碰到对面一个小朋友 他玩的是布兰卡 就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也不太懂 就是具体的一些力回 这上面的技巧 就是可能就是硬打嘛 然后当时他就一直下蹲 就放电放电 然后我就进不了车 我就打了好难受 然后那个时候 那我搓拨 然后他就翻滚状之类的 就是打得很难受 打得很做 我跟他打了起码有三局 然后就每次我都是被他单方面拧压 然后后来我实在急了 我也换上了布兰卡 我赢了 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这个 就是轮椅角色 轮椅角色的这个 有的很深刻的认识 但是布兰卡 就是极度的依赖 打击化的玩家 就是我们这个轮椅 就是相对于就不太会玩的 对我们普通玩家来说 就以前小时候就玩格斗游戏 只会发现哪招好用 就只凹那招 对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就是很明显 对 其实说起格斗游戏 还有个不得不提的 就是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比较搭的 就是危机客 这对于很多玩家来讲 那是正儿八级 这才是包机房 此生无约是火影 还有那个全黄的那个 对 全黄Wins 那个是真的 算是可能90年之前 可就没有 对 对 这是独属于90后 00后 00后可能都开始慢慢转型了 05前可能还是有 对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像一般 都是分键盘打 就是WSD 山下左右 但是那一般都不是机械键盘 你按超过四个键就会冲突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跟班里同学 就一坐在一起玩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很阴的招 就是每当我准备放必杀的时候 我把所有键按上 你就不能黄了 对 你们小时候都已经玩了那么 玩了那么深的底层原理了 我当玩 那个时候就是 可能就是两边就是互相搓 就发现搓出问题来 动不了 然后就慢慢去试 就发现 就把它运用了 对发现就是把这四个键一按住 当然我们就叫它四键霸体 就我霸体了 然后你那边就是一个纯挨打的状态 当然打这个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不过我们当时打的时候就单纯的 就是哪些角色太强了 就不准利用 利用这个角色就没人跟你玩了 直接掰了 加上因为那个时候像我们 那个最火的339上面 那个都是魔改版 对 放逼杀又简单 然后它气你也可以调那种 就是无限气 加上因为小朋友打 都是都是涂着爽来的 对 我谁跟你操作 谁跟你立回 我要放大招 我要阳光普照 我管你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现了 就是很多这种 就是线上打波 然后线下就是怄气 就真的会 就很难受 不过说到这个话 有一个游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森林迷火人 但是我们听说都是女生玩 我们班男生真不玩 不至于啊 我们当时男生真不玩的 你们 确实可能玩的还是多 我们当时可能就是班里面 就是女生森林迷火人 然后加上一些换装游戏 然后男生这边可能就是稍微 但是你知道说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点 就是我们小学危机课 班里面在打的是CS 到了初中还四三九九了 不止都会是 对 真的有点有点反过来了 然后再到高中 然后那个时候就更返回了 高中我们开始玩 玩一些儿童网游 就我们高中 好像都没有危机课 越显难越好 对吧 对 就是就很纯粹嘛 就获得快乐的 这个就是成本很低 对 对 对 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你越往后 越不容易凑齐CS 是 这个是真的一个很知名的 很现实的问题 就包括像我们最开始去去黑网吧 去包机房 那可能就是三五个小伙伴就约着一起去 然后你又说现在 你别说线下约线上都约不起 是 总突然伤感起来 这期话题不应该是这个基调 不应该是这个基调 改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聊一聊 你们去这些 非法去了 就是 包机房 这些场所 就遇到一些 玩什么游戏的 对 有趣的经历 以及你们一般都会玩什么游戏 哎呦 高达老的 那 这个肯定都是 这毕竟只能说 当时第一次去包机房 然后就人生中第一次接触了 PS2一款叫 机动战士高达C的 联合PS扎夫特的这么一款游戏 我玩的都是GBA 就突然之间一看 哇靠 这么一个这么帅的 这么酷炫的一个3D的画面 而且它即时战斗 而且当时做的 它那个战斗做的特别爽了 后来一查员 那游戏是卡普空做的 哦 对 就这个系列 当时是卡普空奠击的 后来被万代 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小组 就对 然后就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之后我就 就就一直在追这个系列 来买各样各种各样的游戏主机 之后才顺带的 接触了其他的主机游戏 对 就确实就是童年的时候 很多你可能接触一款系列 那可能就是会日后对你影响很深 对 而且有一点必须要说 就是大家不是老是说 卡普空爱炒冷饭吗 对 就就我 就说身为我们这些高达玩家 我们还巴不得财团B炒点冷饭 以前你们这些PSR的好游戏 为什么都不移植一下 对 现在的高达游戏 对 现在就别停了 已经入了一波七山 不行 那比卡你那边呢 我的话 我去街景厅主要就玩那几个游戏 首先是三国双 三国双确实当时 可以说是在包机房里面 我见到过除了非法之外 除了实况之外 玩的人最多的游戏 对 主要当时 好像他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很高 如果你要用电脑玩的话 对 反正我们当时是 因为我们来个包机房是 Zip360和PS2还是PS3 然后PS2那边就是玩实况 然后这边就是玩三国双 因为三国双又可以多人联机 然后就两个人选一个 分屏 不管选拿一个关卡 反正就随便打 因为时间也不够你打通关 随便选一个关卡 两个人打着打着 就从来没有打个通过 通关这个概念 都是这样 都没有了 你们那个时候打的时候 你如果自己下一次去玩 那个存档还在吗 没有 但是你可以玩到上一个人的存档 他是我们每次去玩 老板就会随机 从他那几张记忆卡里 随便掏一张 就好像两边盲队撞 一样看能不能撞上 撞上就算了 对 那个PS2平码 差不多是我们当时就是 反正上一个人 就接着你的这个存档打 你下次来 你也不知道 你这个存档到底 是马西人打过了 然后还有一款游戏话 就是真的可以算是 影响了我很久的 就是光环的 当时确实 光环那个时候对战 是真好玩 但是我当时其实打的不是对战 当时因为之前 其实是我同学带我去的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就自己去 然后我就这样挑游戏 我就看到 这个游戏拿枪打了 而且就穿着它动力甲 当时就觉得好帅 然后我就选了 就进去打了 确实 然后就当时 因为以前 我玩设计游戏 就是在电脑上 玩一下CF这些 然后就在主机上玩这个 我就感觉 哇 这操作感觉完全不一样 还有就打着真的好炫 然后后来 我就是今晚光环的每一作 我都是坚持玩一下 也算是一直影响着我的 成为了骨灰级玩家 现在无限还在玩吗 在玩 就偶尔都还在玩 对 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 是还看到你拿你的电脑在玩 对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深闺预言 哎呦 主要是在包机房 玩一下 插个嘴 就对于最新预告片 有何感想 我觉得各方面 其实还挺好的 因为它主角本 它主角确实有点丑 但是应该按照 它那个原来的设定 原来原作的设定 主角也不是都好看 它画风很抽象的 但这个游戏 是不是可以捏人的 没有 它是固定的主角 然后当时 其实当时我是 很懵逼的在玩这游戏 因为当时 它当时我说 在逛它那个游戏库码 我逛了逛了就找到一块 这游戏 这种类型 好像以前都没有玩过 它是RPG 当然我以前也没有玩过RPG 我就点击器发现是英文 我就硬着奴隙玩下去 神尾预言里面 还是有挺多专有名词 就是 就CRPG那一堆 对 那个就是 因为我是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知道 我玩的是哪一代 直到后来 后来就去买了 蔡富士旺 过后 我去回顾 然后才 平常我玩的三代 就是他可以自己 当领主的那一代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和朋友一起打 那个火影忍者 太点了 又回到了经典火影忍者 对 火影忍者 那个格斗 反正就 只要是 他玩的比我久 他带我去了 然后他每次 他就选很强的角色 他又不告诉我怎么打 而且那游戏 还有那些什么 你在选择的时候 按什么 按键密集 可以选出一些 隐藏角色出来 反正我的游戏体验 是很差的 我玩的游戏体验 一直是很差的 你就是大佬的游戏体验 就格斗游戏 这个东西就确实 就是他原定的一个环境 或者不能说原定 就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讲 最好的情况 就是两个玩家对练 就是水平差不多 然后我一起练 对 我超过你了 我稍微等一等 然后就有点像打羽毛球 你不是说把对面杀死 你才就练得有价值 你就是要 给对面喂球 这样才练得是有价值的 玩任何PVC游戏 你是要两个实力差不多的 情况下是最好玩的 得有一点 你得有来有回才有意思 你那一个人超你太多 而且他也不脚里的情况 你说真的 哇 我这到底在我傻呀 我手柄放在这都行 那没意思 那德雷克 你呢 像我这边 哇那经历其实还蛮多的 像网吧 我们可以 我想想网吧 之前有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也是 我是我去的第二家会网吧 当然肯定也是同学带我去的 对 他是在一个 好 具体是哪已经不重要了 他是这样的布置 就是一楼 就是包机房 他就摆在里面上 混合型产业 对 就一楼他就是那种 很像 他的 就入口 就是很像那种 怎么说呢 出提侠才通 理发店 就理发店 门口一个灯柱子 门口一个灯柱子 然后那种双开的透明门 然后一打开之后 左边两个大沙发 一台大电视 然后各种光盘 然后往那墙上一储 然后一楼是收银台 然后旁边有一个 非常不显眼的楼梯 而且这种 这种很典型 就是他的楼梯是这样 就是你正着进门 你看不到那个楼梯 他楼梯是 就是相当于 前面是墙嘛 那个楼梯的侧面 是被墙挡住了 就是就起码你不会第一眼就注意到 这个上面还有东西 就一楼的这个包机房 就算是吸引了一大批火力 其实他的二楼是一个黑网吧 兴趣万道了 然后全是小孩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是学 我不太懂学区房 反正我买不起房 就是他旁边是有小学和幼儿园的 我没有遇到幼儿园的小朋友 但我小学小朋友遇到的非常多 非常脑腾 而且当时怎么说的 就属于他们 可能有一点 就是不约而同的 就是直接就是放学了 就是几个班的小朋友 就都在这边聚了 就开始玩 然后就都能来 然后当时老板那边 可能就准备一达身份证之类的 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他也不用身份证 他不是正观系统 他当时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张纸 或者说拿个烟盒 对 烟盒上面那个小卡片 就是你这个几号机 然后快到点 他就上来跟你说 快到点 那个时候还没有严格的那种系统 有严格系统 但他是黑网吧 他没有 对 都是人偶管理 就是纯人偶管理 然后上来提醒 要不要续 这之类的 但是我遇到一个非常 非常有意思 就是让我让我三观 跌了一地的情况 就是我有一天下午 可能六点多吧 六点多 当时我还撒谎跟我 就是跟我爸妈说 我去朋友家里玩 然后就其实是我自己去外面网吧 然后 我朋友家是网吧 对 然后当时我旁边 旁边坐着一个小朋友 就是在打的啥 我都忘了 打啥我真忘了 反正就是他的奶奶 过来给他送饭 然后饭是他妈妈做的 然后他奶奶说 你妈妈说 你再玩到晚上八点钟就要回去了 哇 就是 居然是有家长正规支持的 对 家长正规支持 还给送饭 然后还语气就是那种很温和 但是对于我来讲 就是去网吧 对于家长来讲 就是得挨打 对 就是什么可能 禁足可能夸张了 就是挨打 这肯定要挨的 然后 就是多 这是多么恐怖的 其实应该 那个时候 有些可能挺常见的 就我家长确实没时间管 对 就让他们自己去玩 而且 对 而且从他们小区的情况来讲 他肯定家里就住那 对 你 反正是要玩 你就家里楼下玩 还安全一点 也可能到这个程度 都已经跟老板很熟了 对 可能跟老板说 他什么 几点该下机 你给他直接下掉 这不就是另一种方法 自带防尘迷 对 只不过 就是土耳所干的事情 就是那种家长 最不想让你干的 对 然后 当时去那个 网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哇 那个真的就是 班里全班男生 纠集羡慕 我们没有同学 他家里开网吧的 哇 那这不是 那真绝 班级地位 肯定很好 对啊 他班级地位 还可以 但有个问题 他家是正经网吧 就是 他自己可以玩 就是 比如你去正经网吧 就你 其实经常能看到那种 小孩歌 收银 但是 开机子这个事情 是真的 不能 不能做了 就当时我们还算是 比较通计达理 不对 就我们求人办事 为什么叫我们通计达理 就 就可能想 你跟 那时候我们去 你们上网 我们 最近那个网吧 刚被查了 就去不了 能不能去你家 救救急 到后来 后来就是聊了 他们 毕竟人家就是 赚钱的放碗 对 万一把人家 就 我被抓 小孩一般 其实被抓不要紧 主要罚的就是店家 对 就是店家要被罚 所以当时我们就不敢 就还是就算了 就不去打扰他们 但是我们就是 经常能够 听他分享 他在网吧里面 就坐着他 他妈妈的收银台 就在那里 打英雄联盟 真的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 对那个时候 还有首胜 那个时候 就真的就是 对于 每天能不能去网吧 玩那一趟游戏 真的就是非常渴望 导致那段时间 真的就是 对他非常羡慕 然后后来 就是我们学校旁边 初中 旁边开了一家网吧 也是刚 刚开起来 然后里面 也是查了不严 他是 他是这样的 那个老板 他摸清楚了 什么时候 可能会有人查 就是他 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相当于是 你来了 他一个未成年 他就会给你暗示 就是什么时间 就是哎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 这个白天不要来啊 这个玩玩 切容之后才能玩 就这这种 直接掉他好了 对 这第一天掉他好了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 就是 也都属于 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 闹大了 就是每次去 就是哎呀 就是 就是低声下气的 就是悄悄的进去 低调低调 悄悄的进村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那时候 就是像 保了我们班上 好多男生的 可能起码有个 大半年的首胜 然后他那个边是 就每次开一个点 其实不贵嘛 就几块钱 然后就下机随便 就是直接 到时间直接走 也很快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 那时候对于 想拿首胜 并且每天拿的情况下 就那很重要一点呀 每天拿你 肯定是上学的期间 就是你下 就是下午放学 你晚半个小时回去 其实问题不大 对 就一般家长不会说什么 就比如说 我可能跟那个谁 去路边买了个吃的 都逛了 逛了个文具店 然后下午的时候 什么在学校里面留着 什么帮老师批改作业 这种理由可太多 太充分了 而且就几个同学之间 互相打掩护 就尤其是住的近的那些 就是家长之间也会有联系 比如说有的可能中午送饭 晚上就晚上 这个晚自习之前送饭 他可能就会稍微 几个家长之间也会聊 所以就串口供 串口供 其实串的就还挺顺畅的 就是 你那个 谁 你家孩子 今天是不是去文具店了 是 他们刚刚说什么 要买练习册 买什么笔记本 对 然后一串口供 就串过来 而且你这样一串 经费也有了 是 哇 现在一想 哇 真的当时好坏 对 网吧 你从小就擅长健康工作 从小就是擅长干这种 但是我 我其实 但是还好 但是说 对 这个是我听他们的经历 这不是我去的经历 因为有个最直接 最 就是最无法解决的根源上的问题 在于我家跟我的初中 就隔着一堵墙 太近了 就这么说吧 当时有一次我们语文老师让我 晚上帮忙改卷子 我当时从学校跑回家 上电梯 打个电话 回学校 总共花了八分钟 太近了 就这么近 就是我家 我一出门 我就能看到我们学校操场 然后再往旁边看 我们学校小卖步 就这么近的情况 就是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那你这情况 你爸妈在放学时间 往学校那个方向一看 就知道你有没有老师 对 就比如说 对 还有一个很恐怖的 我初三的时候 我的那个教室 就是我们小区里面能看到了 就他可能还是得下楼 就下楼 下楼一看 灯光了 该回了吧 就没回出问题了 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包括当时 我们那几个同学 去了一个网吧 就在我家侧门 侧门出门 就能看到招牌 而且就是 我家是 那个时候是四楼 然后外面就是 有什么那种 什么按摩店 就是外面的一些店铺 他们就是 封顶两个层 就是那周围围了一圈 我家四层 是正好能看到 那个网吧门口 那我真不敢去 毫无操作空间 我真没操作空间 就是那本来 我就是下班的时候 关键就是 那家长 就是你放学之后 最急的不是你 最急的就是你家长 对对对 就是四处 就是站在阳台 他也不杀 就是杀了不干就很急 就是这边看 楼下没来 好 那边那个校门口 学生都走了 这边 这个乒乓球台 有几个小朋友在打球 那个不是他 在我那边看 网吧门口 这不是我家 所以就是 所以我初中 虽然就是 那是我开始去网 网吧的开始 但是我就是 呃 次数其实不算多 我真不敢吃 那你的首胜怎么办呢 算了呗 我以为你要叫同学 哎呀 然后反正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打英雄的门 很多人都在借号 就是一是 虚不同意 二是这个号上 没英雄 所以你一旦要开 他一定是借号 所以那个时候 也就是 九二九十就无所谓了 就是大家都混一块 加上那个时候 我自己作 就是我 就我怕生怕 就是我填个假身份证 会怎么怎么样 就我老老实实 把自己身份证填了 而且那还是 有一次是什么 可能我不记得是 反正是一个 需要填个什么申请表 还是什么 我就正好拿到身份证 我就悄悄记了下来 然后下一次去黑网吧 或者说自己周末 在家里玩的时候 就给实名认证了 然后就导致 那个时候英雄联盟 玩不了 连力不够 未满十八岁 防守迷 对 反正这个是真的 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然后当时 当时对于网吧的经历 其实差不多这么多 那你去包机房玩了啥 包机房 就比如我刚刚不是说 黑网吧一楼是包机房吗 那个是 从来没有玩过 但我在那里看的时间 不比我上网 就因为它真的好贵 我想我当时那个价格是多少 多少钱啊 你们那时候 我那时候上网是三块四块 然后那个 那个 PS2还是啥 因为我那时候说了 我真没印象 就是我就只知道 是二和三那个区间的 可能是八块吧 就这么贵 上面网直接翻了个妹 我们当时呢 你是十块钱 我们当时PS2两块钱一小时 我们差不多三六年 是十块钱一个小时 那可能 可能我妹妹就是 没有人懂行情 然后说了 所以就它长了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家 一般像我们那种小县城 这种店就一家 就还一家很多案的 那就没办法 你只有去安那里 那你 像我说 我当时可能还真没有去 没有找得过其他的这个包机房 对 包括就是同学之间 口口相传也没有见过 有一个东西不能说呢 还是不提了 不是关于游戏方面的 是关于 就是很多学校附近 可能会有的一些 就是亮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灯 这就不说了 那我包机房 还有个挺有意思的 就我去包机房 还是我人生第一次玩GTA GTA 当时他们还挺喜欢玩 那个GTA圣安地烈斯 因为那个你还可以PS2分屏 两个人一起玩 然后当时玩GTA 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玩GTA 肯定是不会好好做任务的 就是上街 欧人爽 那种调那种秘技 来搞个人武器 在街上乱杀 乱爽什么的 然后或者就跑去 那个什么空军基地 偷那个战斗机 然后在那乱飞 然后当时还挺有意思的 有一个点是 我们那个包机房老板 他还甚至还卖 那个GTA的秘籍 秘籍 对 就那个秘籍是 他打印到一张A4纸上 然后上面会写 你那个手柄怎么按 怎么按 按哪个键 就能那个密码 就能叫出坦克 叫出什么无线弹药 就以前那种各种 作弊模式的东西 对 而且那个东西 卖5块钱一张 这么贵 我们才2块钱一小时 但是他卖5块钱一张 这个东西 就实现的高贵 所以我们当时都是 班里有一个人买了 然后那个人 对 那个人就变成我们的大哥 我们就决定说 借我看一下 我机会 放学要去玩 借我看一下大哥 什么的 后面就人手 直接自己往自己 本子上抄了一份 对 就刚刚说那些 就大伯 你们 我刚说那个地方 你们没有想到 其他的地方吧 我其实想说的是 情趣用饮店 不是那个 行了行 不是更那个 不行了 其实是有关联的 当然我有一家 还有吗 就我去过的 围三的 还有吗 就第一个是 就之前说的 那个什么大 生锈的大铁门 手腕部 第二个就是之前说的 一楼是暴击房 第三个就是在 情趣用品店的后面 这场的 这个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最开始我还不知道 那些店是干嘛的 对 我知道情趣用品店是干嘛的 这才知道 就是当时我看到 有几个学生进了情趣用品店 然后震惊 当然我 就是对当时对于我来讲 就是去网吧 已经很早熟了 你去 你几岁的学生去 你是多夸张 但是我当时一直不知道 但有一天 就是我一直就是 心里就有这个疑问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 多问就是属于那个 我一定不能踏足的领域 就在 然后 然后是这样 就有一天放学 我们就也是约了一去 去网吧 然后当时发现说 那边开了一家新的 新的黑网吧 之前那家被查了 然后家那个什么 环境不行 那个机器已经淘汰了 那个鼠标都怎么样 然后去了另外一家店 然后当时 有意思来了 就我们现在从一个 也是又从一个 英安的小巷子 然后上到二楼 然后七拐八拐 然后从一个 就是那种落地窗 进到室内 然后走到哪一个小 哪一个小拐角 进去之后 是个黑网吧 这也是很老生常常的 一个过程 然后我当时 在那个网吧 去玩了两三次 我都还不知道 他这个店 到底具体是一个 什么状况 直到有一天 我去一楼小卖部 准备买东西的时候 我往外瞟了一眼 这个灯光好眼熟 然后我 粉粉的 对 往外叹了 我操 你想解答了 我多年的疑问 那些小朋友 也没有很早熟 还是在玩用 我们自己小孩玩的东西 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讲 就真的是个 非常震惊 但是说真的 那帮小朋友 你没去过后门 就是说真的 就是 你被人发现 只有几个初中生 跑去 请去用名店 不是 不是比这个 去网吧 更恐怖吗 这可能被学校 发现要寄过 那个是真的 就你传出去 怎么做人 对 对吧 这个东西 当时一直真的是 掌红了脸 一看就是 这种就是 叫什么 就是一知半解 这个半桶水 才会到 所以当时 那一段时间 真的是 就是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那这样看你 还听上的书 我确实去听上 然后后来 后来其实再往后一点 我 对 再往后一点 其实包机房 很大程度上 是和这个 要桌油巴 整合了 对 就是桌油巴 它可能不是主营 像我们在台 一定会有一个 就首先 就是来玩桌油的人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这么一个环境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面 就其乐融融一起 搭 火影 足球 就老实话 那些游戏 就是也是属于 比较容易吸引客流量 就是大家看 这个氛围挺不错的 就是大家过来玩 实际上 也还是有 像我们这种 就是纯真男孩 就是 真的就是为了 奔着打游戏 打游戏过来的 就不是为了什么社交啊 或者玩桌油 当时我们就是约着几个同学 一起去桌油巴 其实最开始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最火的桌油有两个 一个是狼人杀 还有一个是谁是卧底 那个就是 当时快乐大本营带火的 玩也有三国杀 对 三国杀 对 三国杀也有 就当时就是 本来是一开始都是奔着去 玩这些桌油们 然后就是男生女生都有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人还是比较多 就是能够分几桌玩 对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就摸着摸着就看到了那台 那台机器 然后就跑过去玩了 对 就跑过去玩机器 但是它那个是机器单独收费的 它是 它的店是这样的 就是你 入场费 我当时是30块钱 然后 我不便宜 然后小零食 就是免费 就那种小的脑脆脚 这个小花生 然后饮料的话 好像是买一杯之后 可以续 五线续杯 是不是五线我都可能忘了 然后它的包 那个机器也是珍贵 多少钱 30块钱一个机器 什么机器 就是360 360 入场费30 你这个还单独收费30 360 PS3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PS4刚发售 那肯定没有 哇 当时我都惊了 是我们这边行情价了三倍 然后压惊 你还在给70 哇 那其实现在很像现在的外面那些主机体验店那种 对 那种主机体验店 就是 这真的就是 主打一个环境 对 这种就主打的是环境 远大的游玩本身 然后但是说起 这其实当时我们玩的时候 就因为 就30块钱 一个人玩 玩一个人的游戏 就是 亏呀 我花30块钱去 一个人打真丧无双 这30块钱 你说实话 你打不出来什么东西 是啊 就是 但是我们就竟然会就是 打打什么格斗游戏呀 或者说 打一些 就是 多人一起玩 就像一个平台下成本的15块钱 一个小时 稍微能 稍微能接受一点 而且加上那种就是 就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就你中间的利用率也很高 是 但是是这样 我的同桌 当时是身体上有一些 就是 他是小孩麻痹症 就是 不方便 身体 不是很方便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就是 就是一直 自吹是这个 死活生大佬 但是我们 我那时候也不懂 现在有死活生大佬 原来你大佬在这个方面 对 他现在应该很喜欢玩沙滩排球 对 那肯定是 那时候其实 有 那时候 有沙滩排球 对 但是不是最新的那些 夜游那个时候也还没出 对 当我们就去打死活生 然后 但实际上我的那个同桌 就是身体不是很方便的 他才是死活生高手 哦 就是他是真的靠练 练出来 深藏不漏的 就当时 当时最搞笑的是这样 自称高手的 就是他很了解 就 就 很有 就有一个很关键点 就打比方 对于一个街霸高手来讲 你问他什么 春丽 他的故事背景啊 什么身高啊 三围 他说不出来 对吧 但他可以是高手 但是对于你研究 另外一方面的高手来讲 那 那是真的头头是道 就后来 后来我们就知道 他的高手 高手在哪 是玩沙滩排球玩的 那高手 然后当时 他私诚高手 就对头头是道 就跟你讲 跟你讲 这个角色 他曾经是怎么样 他是学的什么 什么格斗术 他会会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 就是对于这个 设定上的东西 就侃侃而财 实战打起来 被我另外一个 就第一次玩的 打爆了 然后被我那个同桌 也打得更爆 也有可能 乱全打爆老师傅的 专攻攻 对 对 也有可能 然后加上 那个朋友 他其实也是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 就是很偏向于研究故事 或者世界观 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他对于这方面 可能更注重一点 然后当时还有一次 很有意思 就是后来 我们也是去包机房 打那个不义联盟 就是他戏很足 就是他 他就是喜欢装逼 就是比较友善的那种装逼 不是说 哎呀 怎么样 就这就这 不是这种 就是属于 比如开完大之后 自己摆个pose 我好帅啊 就中感 就很带入 当时他就 入戏 打的时候 就跟另外一个人打 他直接 就开完大之后 就跟那个好鬼一样 就转身把背面露给我们 把背面露给我们 这么重 然后就 就不看屏幕 就回头看 哎 大空了 双逼失败 像这种就是 30块钱的附加价值 就是你几个人碰到一起玩 对 就是你 就而且在这种环境下 你就会更愿意 就投入到这个 这个氛围下面 就是你 就是你稍微就是这种 搞一搞 节目效果 大家都都很开心 就都都很乐 更多是聚会心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虽然真的很贵 但是也是玩得很开心 是 哎呦 我当时 我们后来高中去包机房 玩PS3嘛 为啥PS3不选360 因为360上没有高达游戏 或者说只有一款 不想玩的高达游戏 然后后来 平时我跟我哥们 两个人就去打什么高达呀 火影啊之类的 但有时候来了四个兄弟 四个兄弟怎么办 我们就 这时候就会启动 使命召唤黑色行动2 哦 它里面的僵尸模式 是可以支持四人同行的 对对 就我们就狂玩 那个就经常打到深夜 不过那个时候 就周末 有时候会打到八九点再回家 不过那时候 家里人就都比较好说话 就跟他们说 哎呀出去 大家同学一起出去吃完饭 看个电影什么的啦 就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 对 反正当时也是有很多回忆 就特别好玩 就当时第一次觉得PS3 我靠这台机器 居然可以四人同屏 啊 是 现在现在的新主机 都没有 现在这么夸张的感觉 顶多也就 COD 哎呦 我分屏上一次 可能还是黑色行动3 对 这还真不记得 对 对 现在还能分这么多 可能也就只能下NS的马车 现在你现在也找不到人一起分屏 对 是 当时那个氛围真的是很激动 大家一起手 手指 出起COD 我想起 当时我高中那时候 是这样的 就是就那个很经典的话题 就是 就你几个朋友聊COD 聊得很开心 然后说 哎呀 比如说 那天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问到我 哎你最喜欢用什么枪 我说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用的枪吧 可能更偏向于冲锋枪 或者 或者喷子 然后偶尔打打打打打局 就啥都玩这种 然后他当时 就你 就就你没有一把特别喜欢枪 或者觉得特别帅枪 都还好吧 就 也也就那样啊 就是 也没有什么说特别帅 这个概念 就因为那个时候 首先我们那时候玩COD 肯定是只能玩到单机的 啊 就是对于这个 你想拿什么枪都是战役说了算 皮肤什么的 那真 真不知道 对 然后他当时跟我来 黄金之翼 啊 CODE online 哦 那个就是 原来 原来你也玩宝可梦啊 然后大集结洗手 就很经典 然后当时就也开始出现 鄙视链嘛 就是 哎呀 你看我们online模式这么多 还能一直更新 你看我们这个武器 那不是比你们那个传统COD 好玩多了 然后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僵尸模式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特效啊 你看这个什么东西就开始 两边就开始有一定的一定争论啊 然后就 然后双方都互认为 就是我们都 我都能在你的领域击败你 好 那就来嘛 那来 来 开台 开台机器 当然我们打的是 幽灵 还是哪一座 反正是10左右 嗯 不会超过高级战争 当时我们就分平对战 然后火星撞地球啊 那个时候聚搞笑 就是你会发现两人打的时候 一直都是在看对面屏幕 就是我在下屏 我在看上屏 他在他在上屏 他在看下屏 公然快停 就看 就是就哎 哦 到快角了 那我先架一会儿 然后他在看我的家家 然后他又不知了 我分辨有些是这样的 那个聚搞笑 然后最后两边就是 就是 就是想 算了还是别看 就正经党 好吧 就是两边就君子协议 说是君子协议 就是 就 对 说是君子协议 是这样 我君子了 我没看 我没看他的屏幕 我看他 我看他 又偷瞄是吧 就那个时候 真的 真的很搞笑 最后 果不成 因为我是比他打 打手柄游戏 手柄射精更多 我那时候什么生化危机 都是手柄打的 我手柄枪法 还有生法会 肯定比他是更好 然后我就把他吊起来打 然后他肯定 哎呀 不算 不适应手柄游准 哎呀 这手柄就不是人玩的 然后有一书一 平时玩惯剑鼠 拿手柄打枪 真的很不习惯 真不习惯 一上来是完全不习惯 对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 后面就 也还就 也就 同学嘛 而且都还打 同一个系列的游戏 对 online算 算同 好 这个就承远 和解了 对 和解了 和解了 然后后面一起打 online 偶尔就约着去包机房 打打COD 也还是挺开心的 对 那么我们最后再聊一聊 你们最近还有去过吗 哎呦 可能最近去呢 就有点刻意 就是不是说 非去不可那种情况 其实现在的包机房 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包机房已经是 都是主机体验店那种了 对 一个人去 传统意义上的包机房 应该都灭绝了 是 这种主机体验店 你一个人去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就很简单 他们一定会摆出来的游戏 就是双生成型 对 那也不是不能一个人玩 单人一行 对 那当然是日历 一个人写的攻略 还是评测的 对 好像是写的攻略 对 就现在这种主机体验店 真的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 主要我们现在自己家里都有主机 对 然后网吧的话 其实疫情那一波之后 其实我感觉很多人都不会去网吧 对 而且疫情那一波对网吧的打击很大 我印象中很深的 就是我家附近有几家网吧 就是因为疫情之后 就已经干过下去了 就是已经倒掉了 但是你要说网吧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我们都工作了 对 大学那帮人是真拒不起来了 就真的 真的就是非常可惜 但是满天性 但是我们 比如说我大学几个室友 还是就有互相联系 就比如说可能我上线 打个娃 然后互相聊一聊 然后再聊聊生活上的事情 这种情况还是挺有意思 但你非要线下 大家一起去某个地方 去一起的话 太难 太难了 就不能超 就超不过两个人 对 就真的很难再约起 就像我当时 我有一个同学 其实就在武汉 就在我家那边 就是考研 所以就他跟我 还是能够经常见个面 就比如五一我要回家 国庆我回家 就可以跟他约着 出来吃个饭 然后就也不说干啥 就是说真的 就很多时候 我跟朋友约着去网吧 聊天为主 就是找一个环境 只是找个环境 就是随便聊一聊 就是聊聊生活 聊聊 就打游戏不重要 你聊一下游戏 都比打游戏开心 吃饭也是为了聊天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可能就花个十几块钱 就去找一个 找一个就是包房 就是在里面 是 坐着聊 其实就你现在回忆起来 就不论是包机房 还是黑网吧 你玩 你永远声明是有一群人的 对 你最珍贵的回忆 永远是和他们那群人 一起玩的生活 而不是说单独的 你玩游戏的时间 对 你要说像最近 就去年十月份 就刚好我来UCG之前 刚好万代很破天荒的 选择在广州的 那个天和城的 那个阶级厅 把那个新的阶级 从日本引到那边 来做那个线下的测试 哇靠 那当时机动坏了 就当时 我还专门约了 我当时高中的 另一个死党 就问了 有那个阶级居然来到广州了 要不要一起约 然后都 我靠居然来一起约 走起 然后大家就一起去 然后 虽然那时候也是周末什么的 然后周围也是很多人在看 然后我就跟他打 那个组队战 因为高达那个阶级是二对二的 然后他也很久没完了 真的就 但我就跟他讲了一些 你就按这个简单的战术来打 然后我们怎么配合 然后我们就 两个打了十年胜 就因为他那个有规矩 就你打了十年胜 就必须要下机了 就要换人打 然后就 那天就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回忆 是 就包括现在 其实我原来的时候 就经常就比如说 我自己在家里玩不了电脑 或者说我朋友在家的时候 他不能玩太小电脑 但我去他家 他就可以玩很久的电脑 这个也是个非常有意思 对 有的时候就家长看到 你大夫又来了 对 大夫来 不好意思 对 就是家长也懂 就是在外人面前 给你留足面子 对 所以说就互相倒得网架 然后我去你家玩 你来我家玩 然后这种东西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别自己玩 你让你同学玩 对 目的达成了 对 然后像现在的话 就是也没有这种限制 就是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电脑 有自己的机器 我就是有时候就经常会 比如我 我其实会有点想 就是在约着我自己朋友 比如说 但确实在双人成型 那个时候 我是跟很多朋友的同国关 就是就比如 我也通了三四遍 我可能通了起码五六遍 就是到目前还没通过玩 对 我带着我的两个表妹也通过一遍 各种同学 然后高中的大学的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 比如说家里的远房 远房亲戚这种来家里的 那就带你玩一玩这种样子 那他们以后 他们去外面主机体验店 就是双轮成型高手 对 双轮成型高手 我是 然后当时他女朋友问他 你怎么这么熟练 我大学毕业之前 我大学设有开坑的这个游戏 只要大学毕业没通过 是没找到人吗 不 就是没通关 就玩过几次 我就跑回去玩原神 那很正常 你这样可能会让我们这期节目被冲 突然间 这没什么 没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书说是有 其实现在直接回想起来 我们书说是有唯一 玩完整整一起年过几个游戏 只有一款 守望险峰 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大家自己玩自己的 当时真的太火了 守望险峰 大家都玩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包括之前说的 去朋友家里玩 就也是以一个聊天为主 对 都是 其实就是找一个聊天的借口 我去我朋友家 我朋友来我家 就是我朋友来我家 那就干嘛呢 撸猫 我去他家撸狗 他来我家 往我床上一躺 然后就往那一摊 然后就吃冰淇淋 喝饮料 就是 对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是聚在一起 你不说话都无所谓 是 就往他床上一摊 然后我也 我也不管你是 你是要怎么样 然后就两人太熟了 就是这种很松弛的感觉 只要你在身边 我们两个在这里就行 所以 还是就是这种 像无论是网吧 包机房 接级厅 还是去朋友家里玩 这个都还是一个 以人为主的东西 对 现在来讲 其实可能越来越难聚了 但是还是 有空 又开始伤感起来 不能是这个基调 我们最开始可是一个 非常 非常ganster的 这个基调的 反叛 开头可能 花壁大牢 然后什么被查 然后情趣用品店 然后 然后到最后 哎呀 真的要跟朋友多长去 不行 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 洗头洗尾的这个基调 好 那我们 一定要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然后大家如果 还有什么 自己去这种 这种 非法 非法经营的 也不用全部强调 对 这个到时候可能 搞不好要屏蔽一下 就是这种场所的 游玩经历 或者跟朋友一起打的 这个趣事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留言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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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